歡迎收看 麻辣同志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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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歡迎 麻辣同志 來 請你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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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你… 是 因為要配合主題 我要問一個問題 請你要當兵嗎 要 但是不像台灣 就是一定要這樣 他自願意 他不是爭兵制 他自己選擇 是… 那你覺得像伏兵一的男生 阿兵哥 你覺得他帥不帥 帥啊 這感覺好像 就是當過兵就是 當過兵男人最帥的 今天要慶宇多幫忙 是… 今天當兵的主題 他要扮演一個稱職的啦啦隊 沒錯… 而且啦啦隊 他跳啊 他動啊 你有動嗎 你有動嗎 會喔… 好… 好… 來 謝謝 來… 今天找親女來 是為了讓韋明哥開心 是… 你臉為什麼紅成這樣子 對啊 我很容易紅 有高血壓要去看醫生好不好 每個男人聊起當兵的時候 都有聊不完的話真的 尤其你在各個海產店 在那個小館對不對 是 就看到幾瓶那個台灣啤酒 對 然後就看到幾個已經邁入中年了 你知道嗎 一直聊 對 一直講都當作六塊錢 然後旁邊的女士們 都已經翻白眼了 對 相當的無奈 你們不聊你 這個大專兵幾天幾夜而已 我們看不到 每一個都三五年了 你看 開始了 老兵開始要聊了 不是 是不是嘛 對不對 要不要炒一盤螺肉 對 其實他要多加點九成的 對不對 但是我們在服役的時候 其實連舞我們自己服役阿兵哥 都是向來都是最羨慕那種 特種部隊的精英 這倒是 精英中的精英 是不是 那到底知道 我們台灣有多少特種部隊 那到底他們身手多可怕 是不是可以像007一樣 待會我們就會一轉 是不是 我們現在看看 特種部隊 是高強度訓練的軍事單位 世界各地 都有特種部隊的編制 透過非人性的嚴苛訓練 成就超乎常人的體能 以及難以撼動的心理素食 他們是危難時刻的戰鬥機器 而電視圈中 也有許多特種部隊的退役人員 今天來聽聽這些特種英雄 分享他們經過的那些殘酷磨練 歡迎來到阿拉同學會 今天我們訪問 錄影絕對要小心 因為他們四個人幾乎可以說 是領有執照的殺人結束 都是有來頭的 1 2 3 這三位看起來 是有點像 瑞德哥 我真的從來不曉得 你是特種部隊 那才叫狠對不對 其實我真正的名稱叫做 特戰部隊 特種部隊裡面的特戰部隊 特種當中還特戰 沒有錯 有什麼不同 因為我們受過山訓 閃訓 然後還有韓訓 韓訓 還有海訓 就是各式各樣的訓練 都要會 然後如果你要說 我們的任務是什麼 那很簡單 就是我們是不穿軍服的 我們結訓了以後 有點類似藍波打游擊也可以 藍波該游的我們都訓練 然後007該游的 除了跟人家上床之外 其他也訓練 上床這部分 自己不能用自己的 如果為了國家犧牲自己 會是願意的 是… 自主訓練就對了 所以他就有點像是 美國的類別冒隊 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 瑞德哥當時在服役的時候 的徽章 這是您的徽章 對 沒錯 畢章 對 很多的畢章 像我們的 我現在胸前的這一塊 就是我們政戰特遣二隊 裡面有個二 骷顱頭 有個骷顱頭 對 看起來好凶狠 這裡面有瑞德哥嗎 這三個哪一個是你 中間就是我 中間那個 中間那個是你本人 沈玉琳 沈玉琳會認為說 好像你看起來文職兵兵隊 我到現在五十幾歲了 是… 因為我每天還是都一樣 而且瑞德哥穿高腰的牛仔褲 好好看 而且你可以穿到這麼高 瑞德哥今年 比較不流行高腰的 沒有關係 我們那個年代 我們那個年代一定要靠這個生存 瑞德哥這張是 Victoria's Secret的某一個展覽 你看當年很奇怪 當年當兵的時候 都會打扮得很像一個痞子 有沒有 都這樣穿 穿個像香港衫一樣 那旁邊那個就是現在的嫂子嗎 對 沒有 其他人的話我就不會秀了 不然是這樣子 不是現在的嫂子 是當時的陸總夫人嗎 瑞德哥跟這個 這個英勇的這種特戰部隊 那個話不上很好 他就是要找這種 讓你外表看不出來 你看到他一直會想問他說 這個文職兵兵的 只會想問他說 巨彈不會猜 我跟你說 其實我們偉哥不得了 陳維銘 陳大哥 空降特戰部隊 建成鳥人 我告訴你 空降特戰部隊能不能介紹一下 了解一下 那我們了解一下 那是真的 空降特戰部隊就是 民國三十幾年 在昆明成立的趕死隊 後來來了台灣 剛來台灣叫突擊隊 然後接著就在美軍的支援下 他就整編成這個特種作戰總隊 任務是什麼 這個部隊任務就是 敵後滲透空降作戰 坐飛機去 然後跳傘 對 所以我說鳥人嘛 坐半價的飛機 誰是到達就到達就跳 沒有 騎水到摩托車去啊 所以這個是你們的徽章 沒有 這個是現在的 我們早期的就很簡單 我們早期的中間 就兩個翅膀而已 現在做得比較華麗一點 對 陳維銘是你的本名是不是 本名 現在記得兵器號碼嗎 是TNA嗎 29525棟 很好 有兩槍 那你當時手上拿的武器叫做是 當時手上拿的武器是全軍 只有我們在使用的M16 這是M16 M156 這個是你當時的配備是不是 當時徵收隊員的配備 我們中華民國陸軍的 第一輛自視軍用越野車 你們還配越野車 徵收都是用這個DT越野車 對 我們接著來聽聽我們代軍官的 不是軍官 是嗎 智陽你的軍總是嗎 沒有 我們憲兵 憲兵耶 憲兵 業運突擊隊就是指他們 當初的對輝 這是最早以前啦 對 其實最早 下面這個才是真的對輝 可以幫我們大致解釋一下意思嗎 你看其實第一個 第一個還有一個圓把 圓把就是我們射擊訓練 你一定要準 第二個那個是我們原本 以前憲兵的一個輝 的一個虎字輝 那後面在閃訓 還有我們要跳傘 對 那跳傘是近幾年來 才開始在跳傘 其實整個憲兵特勤隊的 所有的任務 跟其他的特種部隊都不一樣 是 因為他只負責一個任務 等於算兩個 一個是國家元首為安 第二個 反恐 反恐 所以如果我們論外表來講 我們算是最乾淨 你的意思是 因為他們不需要外表 因為他們只有桃園機場跟松山機場 對 你負責守的地方 桃園機場 松山機場 然後總統府 就這樣子的意思 可是這個部隊成軍以來 有訪過孔嗎 其實沒有 只有唯一一次是 但是跟海軍陸山 那就是延灣暴動的時候 其實真正出勤過的時候 就延灣暴動 跟梁山特勤隊 跟海軍陸山隊特勤隊 那時候一起去打扮人 最後一次任務 就是白曉燕搜山了 白曉燕暗示的時候 因為我們那個 特種部隊他除了憲兵 憲兵跟警方的 維安特勤隊之外 他們有法律上許可的身分 那麼其他的特戰部隊都不可以 因為他是軍人 所以特種部隊的心酸跟機密 是一個火防兵永遠不想看 是 對 我要照顧 我要照顧大家的餵 對 但是特種部隊如果沒有火防兵的話 大概四天之後 我們的戰力就瓦解了 是不是 對 我幫兵還是在野一席之地的 對 很重要 不過我們那時候 不過台灣的特種部隊 因為為了要讓你賣命對不對 他除了給你 像我們都有特戰加急 就是我們的薪水都很高 阿兵哥就是士官的軍饗對不對 除此之外 我們吃的也跟人家不一樣 早上喝的是鮮奶 吃的是漢堡 陳緯 來 陳緯 陳緯不得了囉 一個沉默的力量 你的部隊是 你不要喝了 海龍… 小紅彈褲 海龍挖兵的任務簡單介紹一下 我們必須要護送長官去離島視察 然後更早期的任務是 護送我們的情報員 然後情報員自己不會回來 護送嗎 非常的危險 因為 因為我們這個部隊的所有任務 是都沒有資料留下來 就是你去外面執行任務 成功了你就活著回來嘛 然後失敗了 國家不會承認你 那今天你來到我們節目 執行任務 會不會對你帶來生命上的危險 他來錄影 沒有完全太入戲了 你以為他潛伏在我們攝影棚裡面 其實他前天就來了你知道嗎 對 我曉得 我們都沒有人發現 所以每次任務都算是機密囉 對 在2000年前後已經 因為兩岸關係和緩了 就已經沒有那麼嚴重了 一心只想去外島 再苦也願意 一般來講 服役的是外島 通常人未土 你為什麼跟別人都不一樣 一心只想去外島 是在本島有怎麼樣嗎 這是我在心裡面藏了很久的秘密 獨家披露 對… 謝謝 因為從小我家是養豬的 我所有的家是全部給豬了 我非常害怕當我當兵的時候 放假還要回去餵豬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 我去外島 我只要去外島的話 總不用回家餵豬了吧 而且他的 給我很深的印象 是他的徽章實在是太酷了 沒錯 就是他的軍服上面有一個非常 就是我一本 海龍蛙兵的徽章 我一本後面的這個 真的很好看 海龍蛙兵 很帥 我想說 那這個也是你們的徽章 這個很華麗 對 就是我們的軍服上面 可以把同座的海龍蛙兵 因為他們的徽章別在這裡 現在我們看到的就是 哪一個是許承偉 那個右邊 對不起… 而且… 這隻是海龍蛙狗 而且混到拉不拉多 對 而且那狗狗還會這樣 從來歪歪的這樣 這是你們的經選吧 對不對 對 那是路上撿到的 娛樂圈 沒有你想像中文那麼多 我可不可以問一個問題 就是你們那個小紅短褲裡面 還穿不穿 你那個問題有水準的問題 跟各位報告一下 不好意思 他那麼短的 你那裡面穿什麼 應該都外露了吧 好啦 你不要問他 我買水準的 他意思是說裡面 有沒有穿安全褲 沒有耶 我們規定不准穿內褲 沒有辦法太長對不對 你能不能反應一下說 其實褲子不要那麼短 可以嘻哈一點 然後到膝蓋那種嘻哈這種有沒有 人家在執行任務 這不是為了好看 因為有啊 邊執行邊幼虎 因為你幾個月的訓練 都在沙灘上 太長的褲子 對你來講是不好的 是這樣的 海龍蛙兵最有名的 赫赫有名的三個字是什麼 天堂路 嚇死人 我跟你講 這個真的不得了 真的不得了 我們今天很想親眼 農委 你現在還有辦法嗎 我必須要在這邊說明一下 是 天堂路是海軍陸戰隊 兩棋針收贏 對 所以我們現場的 沒有一個海軍陸戰隊的人 不一樣 那個稱呼不一樣 那再來我們把機器弄一弄 然後那個陳偉來當司令官 一個體能上面的一個練習好不好 好 天堂路 這就是真正的天堂路 陳偉雖然那個是海龍蛙兵 是沒有做過這個訓練 但是看也看多了 等一下跟我們講解一下 天堂路是 他們一個捷訓的標竿就是 是不是男人就看這一下 所以天堂路的設計是 要讓你在全身都是傷的狀況之下 完成任務 完成任務 從哪兒有沒有什麼基本的動作 最基本的就是你一開始 一開始你就 你要護住你的前胸 因為你會做一些動作 比如說滾翻 伏伏前進 教官要求你做這些動作 正常人不會做 也完全不合理 那你不用去問合理 因為你在礁石區 有敵人要攻擊你 你就是要趴下 你就是要滾 是 這沒什麼好商量的 對 如果有炮彈飛過來 你就最趕快 不管你在什麼環境 你就是爬下去 所以這個是最基本的 就一開始你就得 保護好你的前胸 然後正面 然後就這樣下去 這是最基本的動作 好痛喔 你連我都覺得好痛 NO 為什麼你要這樣 我們只是說這樣 你用講的就好了 你用講的就好了 對 我是試試看 因為我們那時候訓練 你要知道你的每一個關節 你的骨頭在哪裡 那你著地的時候 你著地的時候 我是用這邊著地的 是… 所以還好 當你已經趴下去了以後 來… 我們這邊有美女啦 對 來… 小蜜蜂 來 往前… 那旁邊就會有… 旁邊就會有教官 沒有 在整個天堂路的一路 都會有… 沿路都會有教官 不是 教官或是學長 是 教官來 比如說他一個趴到 到這邊來對不對 對 到這邊來對不對 我說前滾翻三次 開始 我就要聽口令 對 然後聽口令就滾 然後旁邊還有別的學長 再給他別的指令 他就再聽 一直做完 一路… 一路聽中指令 一直叫玩下去 然後你一邊閃的時候 因為你只要前滾翻 後滾翻不斷地不進對不對 你腎上是不是都是傷口 對 這時候就開始潑血水 潑海水 為什麼 你就痛 後來又開始罵你 沒有 退訓 退訓 然後你就不 我不要退訓 我一定要完成 就是訓練你的意志力 是 天堂路的目的其實不是要整理 他的最主要是訓練你的意志力 只有能夠堅持到最後的人 有人天堂路退訓的 對 可是你不要看他 只有短短50公尺 因為我實際去 我年年都會去看他們旁邊 走路五天是不是 對 沒有 50公尺 我們一般人想說 再怎麼樣撐一下就過去了 其實是 因為教官一直在玩你 所以我其實在現場看 有人 一個半小時 一個半小時 因為他已經會跑到兩個小時 他已經是你 因為他 你爬到頂他就叫你回來 爬到頂就叫你回來 我們今天有一個火防兵 是 他一直很嚮往天堂路 對 叫他一下 你能不能 你就擔任教官來 帶他坐一下這樣 但是德烈你千萬不要受傷 應該主持人真的不好找 有一個很簡單的動作 大家就受不了 就是嬰兒爬 好 那就嬰兒爬 4點 膝蓋2點跟4點 你爬到終點的武力 只有在4點可以著力 手肘跟其他人 對 手肘跟膝蓋 所以我只要休息 不要… 輕鬆下去就好了 不好意思 你爬到終點 剛剛老師講的 你可以親他一下 會痛 對啊 當然 而且你要想只有4點著地 你整個重量 腳跟他抬起來 對 這樣子 好 加油 好 來 教官要罵人 來 快 來 快 好 快點 對不起 我是 精神的火防兵 你是在幹什麼 我是 精神的火防兵 他什麼火防兵 快叫他 快點 你等一下要再去 快點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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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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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做部隊操 沈玉琳倒地不起 他的動作其實沒有非常困難 尤其是會跳舞 那就是你啦 對 你可以啦… 你會跳舞 對… 我不是用這樣做 但是我必須趴在那邊 你這樣超難 我肚子抽筋了 你那邊有點出息 我肚子抽筋了 你現在就太近了 趕快 趕快 火防兵好大 火防兵 你的事情還沒有著陸嗎 我是精神的火防兵 我怕苦 我怕很難 你屁股這樣那麼高 幹什麼 你那巴掌掉 國家就是因為你這樣搞垮掉 混蛋怎麼會發蛋 國家都要被你搞垮了 好 耶 好 來… 來 勇抱一下 勇抱一下 來 勇抱一下 謝謝... 謝謝 真的 全身都是冒熱汗 而且很痛 你問一下他的感受 他這麼樣子而已 你問問他的感受是怎麼樣 而且你搞半天就拿一瓶柳蟲汁 你們看 這個是健康補導 它不是尖的 可是真正在天堂路 因為是椒岩 所以它是非常鋒利的 是... 那四個點不斷在三點洞 一點不動的情況下 一點不動 三點洞的情況下 你到底是幾點 所以其實非常非常的痛 好痛 謝謝你 好不好 非常謝謝 先在旁邊喝一下臉潛汁 我覺得我那邊比較痛 你們到底有沒有有碰過 多麼恐怖的那種訓練模式 那你人的體力都也沒辦法負荷 因為他要很驚人的意志 對 有沒有 文明哥 其實每一個訓練他都是這樣玩你 比方說跳傘很基本 很簡單 不過就是跳傘這個動作 光跳傘你每天受的處罰 交互蹲跳 我們跳傘的時候只有交互蹲跳 你跳到後來是你會沒有 那個腿就是硬的嘛 你會沒有辦法跳嘛 沒有知覺了 對 你還是跳嘛 那比方說他們那個 志祥剛剛不是講跑三千嗎 我們在空特的時候 早上五千 起床五千嘛 中午午睡起來五千 然後晚上吃完飯 你錢 一千一萬五 不過那是我們在訓練中心啦 後面進去訓練的時候 就是每天早上 如果大家有去過五谷巴黎就知道 我們每天早上從那個林口交流 不是林口交流道 泰山交流道 就一直跑… 跑到那個巴黎 現在的那個十三行博物館 再跑回來 就這樣跑回來之後才吃早餐 然後中午睡前再跑五千公尺 睡覺前的時候再跑一次巴黎 再跑回來 每天的苦力 75年國軍體驗戰異 我們旅上的就出去 拿了很多很好的成績回來 在高雄鳳山嘛 比完很好了 比完部隊從龍台下派車來接我們 我們值得跟他耍帥 不要 我們走路凱旋回去 我們部隊在那裡 我們部隊在揚眉啊 關龍台 然後你們從哪裡走回去 我們從鳳山走回台北 走了四千 在高雄 龍台在草原 對啊 以前大陸兵在這裡 隊長給小啊 給小 以前大陸動作就在跑 陳偉呢 我們是睡起來跑一萬二 然後早餐不等人 就是落隊的人回來早餐就收了 你就直接去海邊跳鈔 然後收鈔的時候測驗五千 那每天測驗五千的前十名 就獲得了 拿自己的錢 重點還拿自己錢 那個很重要啊 我們的販賣機 三公尺內只要靠近格紗物論 我們沒有辦法想像 就穿個短褲很輕鬆很舒服啊 對不對 你們想那個太陽曬 那太陽曬幾天啊 我們發現他們新兵就是 身邊隨時都有一堆西瓜皮 我們每個人身邊都有西瓜皮 西瓜皮不是在那裡丟了嗎 沒有 因為他們那個脫皮 就每一個人上面都是爛的 就每一個人上面的部分 全部都是爛的 所以他只要一休 他中午吃西瓜 大家就坑了 把那個白的部分留掉 紅的部分坑掉 跟他其他都留起來 這規定的留下來 然後一休息沒事就 所有人曬得像煮熟的蝦子一樣 真的沒有辦法睡覺 而且沒有防曬油 然後沒有任由防護措施 防曬油 從天亮一直曬到天黑 你當作在海邊度假 還有防曬油 然後林長還幫你塗 那一個禮拜之後 因為一個禮拜之後教官說 因為有人就留膿了嘛 沒辦法 就是有人變紫色 好像車諾比事件的受害者一樣 就教官就說 好啦 你要去買防曬油就去買吧 可是大家 因為很窮 就會有比較有錢的同學 就買了一罐 我有防曬油 100鍋人來跟他要 買一次以後就沒有人要買了 所以大家就這樣曬... 我大概曬了四個月就習慣了 你今天要不要這樣 教我們大家做幾個 比較簡單的 基本的 什麼蛙人操 我們就主持群去試試看 像玉琳哥一輩子 也沒受過這種操 他的動作其實沒有非常困難 尤其是會跳舞的人 那就是你啦 你可以啦 你可以啦 你會跳舞 你不是很會跳舞 不是黑石的嗎 我不會跳舞 你現在不是說你現在黑石的嗎 我亂講的 對不對 最會跳舞的是他 沒關係 冷靜一下 我們先聽一下 先聽一下 教練介紹 因為幾個肌軟都 那都是拉筋 那個都是拉筋的 他只是講究柔軟度而已 其實沒有什麼其他 除了最後一動搶背以外 比如說你的 你側彎的話 你的 來 一起來 你的手要能夠碰到地上 輕輕的 這個都好難 這太難 不錯 然後兩邊 這邊要可以碰到地上 你的手要在 在腦袋後面 在腦袋後面 手要在腦袋後面 不行 然後彎下去的時候 要能夠碰得到 怎麼那麼難 好難喔 手不能擦過耳朵 哪有勒 好難 然後 這樣 比較難的是背部運動 對 你這樣就要打開 你拉好開喔 全部打開嗎 對 然後 女生應該不用吧 女生不用 女生不敬業 抓 我在受訓的時候是 你大家試試看 肚臍碰到地上 肚臍 誰在腹 拉筋 前胸 前胸貼地 你整個正面 然後 你手要保持這個動作 要碰得到 然後往下的時候 意思就是左右全開 然後 然後下巴 下巴 阿滴可以啦 阿滴你可以的啦 不能硬坐 不能硬坐 超痛的 超痛的 他就這樣做的嗎 不能硬坐 他會彈背的 在弄地 玉琳哥 你沒事做什麼提議 一開始就欺負 老人願做復健都做不動 我不行 我覺得不行 你一定可以 我連戰者都會痠 你一定可以 我不行啦 大腿的姿勢 對 而且你也有挑戰在打開 我現在也做不到 對啊 是 你要每天拉 瑋哥 你看吧 瑋哥 你心開腰軟的 瑋哥 試試看吧 我不是陸戰隊 不是 你以前教過一招那個 你以前教過 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以前 部隊在受訓的 那招你很難 你在節目上常常在做過 就是你趴在那邊 你忘了 對 我不是用這樣做 但是我必須趴在那邊 然後我不能用手肘力量身體 那全部都靠腰 這個很難 你不能用手肘力量三點 伸直 手往前伸 好 然後放 對 不能用手肘力量 德烈 來 什麼意思 就這樣子 對 不要用手肘力量 伸直 好 起來 伸起來 伸 OK 拜拜 伸直 伸直 起來 伸直 起來 伸直 起來 這個幹嘛 這個有這麼難嗎 伸直 伸直 這很難 這超難的 好 你現在不要用手肘 你用這個點 伸直起來 好 伸直起來 好 伸直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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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力耶 所以我說瑋哥當作這個時候 伸直起來都沒辦法 對啊 這就這樣 有的人就是沒辦法 有的人就可以 要不要拉他一下 你們大家都沒有同胞 我肚子超驚的 你能不能有點出息啊 瑋瑜 抱歉 抱歉 不好意思 見下來 因為我們主持群人比較多 沒有… 難免良又不起 我們也不應該 突然來造訪療療 抱歉 好 特退… 其實這些 我們今天來這個地方 講我們訓練的過程對不對 絕對不是說 單純要炫耀我們有多了不起 是 而是講 而是要跟各位說 我們曾經真正走過的 這個等於說歲月裡面 是 然後入門的話 各特戰部隊都差不多 我們的部隊有個特性 除了隊長之外 其他的人全部拔街 軍官 士官 你如果沒有經過特檢隊的訓練 我不把你當作一回事 我腰可以揣你 你知道嗎 然後在訓練的過程當中 除了基本的體能之外 就早晚跑山路跑一萬 然後背輪胎衝山頭 然後這個 然後那個 我一個同期的當 我們沒有班長 我們叫小組長 同期的小組長 他我們當新兵的時候 曾經抱在一起哭說 我們以後當學長 絕對不要這樣凝虐新兵 就沒想到他當了小組長了以後 他怎麼做你知道嗎 因為那時候我們被打得很慘 然後他竟然在工地的時候 抓最後一個 順手拿起工地的狼牙棒 狼牙棒就是上面都是鐵釘 朝最後一個的屁股就這樣打下去 半個月後 那個新兵整個屁股流濃 然後呢 自由搏擊 自由搏擊公告拍天也就是 力量大的 能力強的 教訓力量差的 我曾經看過一個泰雅族的學弟 那麼原住民他們拳頭非常硬 他是我看過打拳擊 左手放下來的 他只拿一隻手 不用戴護套 他一拳把另外一個學弟 戴護套的學弟 護套打掉 第二拳 他的耳朵斷掉 耳朵斷掉 我第一次看到人家耳朵斷掉 我想真的 耳朵斷掉不會流很多血 你知道嗎 我第一次看到 我跟你講 然後趕快趕快就送醫院 所謂斷掉是整個耳朵 整個斷掉 對 飛出去 看到一個東西飛出去這樣 耳朵分離了 戰效巡查太恐怖 最強戰士嚇到軟腳 走了大概 還沒走到那個二級場的中間 我就可以對天發誓 我背後一定有 可是你不能猛回頭怎麼辦呢 我就這樣 這樣看 沒有啊 大概再走了二三十公尺 真的走不下去 你覺得有人在這邊吹氣 就在這裡 耳朵斷掉不會流很多血 你知道嗎 我第一次看到 我跟你講 然後趕快趕快就送醫院嘛 所謂斷掉是整個耳朵 整個斷掉 對 飛出去 看到一個東西飛出去這樣 耳朵分離了 所以你不要小看那個拳頭的力量 我們還訓練跟人家不一樣的 我們還訓練會是突襲你 突襲 伏襲都會訓練 包括如何去竊聽電話 如何去開鎖 像我的話我程度比較差 30秒鐘內開三種鎖 那很厲害了 我只要受訓八個小時 30秒鐘之內三種鎖 60分 及格 如果不到的話 外面五個級數 就是150下加護盾要去跳 就是這樣 跳到你可以為止 跳到你30秒鐘可以 30秒鐘可以開三種鎖 然後我可以把鞋子的鞋跟 跟西裝的扣子 弄一弄 弄一個爆裂物在你身旁 你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所以王大哥你現在出門 應該都不用帶鑰匙 然後有一次我還真的沒有鑰匙 就自己弄一弄打開了 然後所以我們退伍了以後 管制五年 其實苦都差不多 因為其實我覺得超好 大家都 你進來這邊大家都可以 都一樣 但因為在信任兵這個單位 那種學長學弟子太嚴重了 那我們一樣 訓練的時候全部拔街 我們那邊也有軍官 也有士官 也有士兵 全部都有 但是全部拔街 四同 同等 那我們訓練的時候 其實我們最簡單的 沒幹嘛 真的 真的沒幹嘛 跑步的時候 反正一定會有一個學長 拿一根我們那刺槍的木槍 因為他永遠都跑得非常快 不知道為什麼 對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他就拿著木槍 這樣扛在後面一直跑 跑一跑 落對臉 下去 落對臉 下去 然後 那個前面 前面就有一個另外一個學長 也是扛著木槍 跑得太快的 然後整個就像這樣子 全部去往後退 你們這個真的 對 然後到中點線的時候 你就看到一排學長 一排學長站在那邊 拿著木槍這樣子 然後看 抓最後十個 抓最後十個 木槍就汗流 汗流之後全部又後退 對 然後就回去重新 重新再跑一遍 那另外一個 那個這個只是說 其實就痛一痛就算了 對 但其實你會每天 生活在那壓力下 那像我們那時候 最常做的一個動作 就是這樣子 反正你不管什麼做不好 你就是這樣撐在這邊 韓國黑色 對 然後就一直撐兩個小時 德烈 不能動 德烈試看看可不可以 就是一直撐在那邊 3點 火防兵 3點 我是精神的火防兵各位 就是 你要先下去 沒有…腳要抬高 沒有…腳要抬高 要幹誰 你手可以先扶 手可以抬高 然後頭要下去 最後前後頭 然後手起來 腳還在往前 腳還在往前 腳再往前一點 對 往前 不是往旁邊 往前 身體也抬高 身體也抬高 對… 可以… 然後腳可以開一點 腳幫我等一下 好 來 先放一隻手看看 你腳開一點 後面兩點比較穩 雙手背 如果要這樣的話 大概會從早上起動 三腳引力 你應該腳開一點 很痛 真的很痛 趕快站起來 其實 所以那時候就是 我們不管只要是做錯事的話 其實先在旁邊撐30分鐘 這樣子 這樣30分鐘 其實像那個 像小戴他們這樣的訓練方式 是非常痛的 他其實在 試探你的那個意志力的極致 像那個剛剛講的 剛剛那個表演的那個 所謂的天堂路對不對 我們不叫天堂路 我們叫地獄門 為什麼呢 因為到了 捷訓的最後一關 就是把你的身材弄的 都是傷了以後呢 我不是 我不是爬那個 50公尺的那個石頭回來的 我是 前面撒一堆碎玻璃 大上海 你們這個是凝月吧 當然你聽我講 你聽我講 最後一關了 要不要過去 沒有人不過去的 為什麼 因為我前面已經受了這麼多苦了 兩個小時讓你折磨了對不對 每個人都過去 然後過去的時候 我跟你講都是鮮血淋漓 我捷訓的時候 起來站起來 就跟電影的一樣 站起來要全身就發抖對不對 這時候隊長會用拳頭 把那個徽章打進去你的胸膛 然後把這個我們非常要的 那個飛鷹戒指就給我們 這就是 正戰特遣隊的飛鷹戒指 傳說中的飛鷹戒指 這就是正戰特遣隊 傳說中的飛鷹戒指 一個骷髏 STF STF就是特戰部隊的意思 所以你要知道 現在的年輕人少爺兵 很多人在批評國軍怎麼樣 對不對 那國軍有不好的 可是國軍有很多很優秀 絕對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對 很優秀 好啦 這麼聽起來真的是 那個毛骨悚然 我們來聊一點比較輕鬆的 這哪會毛骨悚然 聊一點輕鬆的 你們有一大部靈異事件嗎 這哪會輕鬆的 不是 他講這樣也對 其實當兵其實有好多這種 對 真的有好多這種 我相信韋哥一定碰到不少 來 志偉 授完挖訓下聯隊的時候 營部隊旁邊有一個二級場 那二級場是修船修車的 是 因為我們有快艇 然後那個二級場大概 我印象裡面大概就是 四百公尺的操場這麼大 然後旁邊都是防風嶺 旁邊就是海 第一次去站哨的時候 通常你要離開部隊 去站外面的哨 都要有士官帶你去 對 可是 因為那個地方 就是海龍的勢力範圍 所以有時候 會有學長說 過去站吧 第一次我沒去過站哪裡 學長說 你不用問我 你去年就知道 可是我要提醒你一件事 你就是 每隔15分鐘 整個二級場尋一圈 你就知道你要站哪裡了 然後我很乖 我一進去就要先 當然是要先尋一圈 看有沒有可疑人事之類的 然後 其實你開始尋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你全身的 你全身的寒毛全部豎起來 然後 我大概走了大概 走不 還沒走到那個二級場的中間 我就可以對天發誓 就是我背後一定有人 跟著走就是 就是 你那時候會覺得 我後面一定有人 沒有回頭看嗎 我那時候想到說 絕對不能猛回頭 不然肩膀上的那個火會沒有 你有這麼猛 你三位正面的時刻 還是有老祖宗的傳說 我那時候就會 就會你覺得 後面一定有人 可是你不能猛回頭怎麼辦呢 我就這樣看 沒有啊 然後我想說疑心生暗鬼 沒事 然後就 我後來大概再走了二三十公尺 真的走不下去了 你覺得有人在這邊吹氣 就在這裡 然後 不管你怎麼看 就是沒有人 就你看不到人嘛 然後你就會非常乖的 走到辦公室 辦公室的外牆呢 有一個 辦公室的外牆 有一個小小的燈泡 對啊 怎麼可以對人家說話 就 你就會站在辦公室外牆的那個 大概 三十燭光的那個電燈泡底下 所有的人自動站在那個 那個燈的實力範圍裡面 那是唯一有光的地方 對 就只有那裡有光 你就會站在那裡 所以你學長意思就是說 你知道你會站在哪邊 他也預知這種情況就對了 對 我後來有跟他求證 他的學長也沒告訴他要站哪邊 他就是乖乖站在那裡 感覺上像是訓練蚊子 有光他 就過去 可怕了吧 瑋哥呢 你那個恐怖了 我當兵真的碰好多 好想聽你講這個 不是 因為首先我當兵住的地方 在風水上就是最容易聚鬼的地方 可是 如果你住的房舍是 前門直通後門 寬塘煞 然後後門又是垃圾場 然後你的前門又是銅像的屁股 我住的地方就是這樣 我在部隊住的地方就是這樣 然後民國75年的5月3號 記得清清楚楚的 民國75年5月3號 早上大概11點多 我們的那個 我們當時六二旅的特戰兵 我們表演一個科目叫做空中機動 空中機動就是坐直升機出動 然後落地作戰 這個科目叫空中機動 我們當時表演給李顯龍看 李顯龍來台灣 表演給李顯龍看 結果反正就 失事的原因很多 反正Anyway就是兩架直升機 在空中就相撞 18樓漢 對 然後包括機組員 一共二十幾個人就沒了 就沒了 那其實同一個時間我在休榮譽架 我不知道這件事情 我一回營區呢 就是一般的營區 大概9點以後燈就熄了 對不對 所以我那天 可是我那天一回營區 你遠遠看到營區 你就覺得 應該發生什麼事情 12點整 突然那個波爐這樣 就好像有人推了他一把 砰 打一聲 沒有風嘛 鑰匙一開一上樓 一上樓 你越往上走 你會看到樓上的景物越多 對不對 我走到最頂上的時候 我自己尿都快散出來 我剛剛坐了 一大一小的墓碑對不對 一般的營區 大概9點以後燈就熄了 對不對 所以我那天 可是我那天一回營區 你遠遠看到營區 你就覺得 應該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9點多 9點多囉 整個營區 能打開的燈 全部都是開的 然後我進營區 就遠遠看到 我是管理中正堂 李棠嘛 李棠亮到一個燈火 通靈到一個最極限 然後我去沒有辦 我去沒有辦 很生氣想要找那個學弟來幹 我怎麼不在你就這樣 結果沒有人 沒有人我就進辦公室 我辦公室在二樓 我進辦公室沒多久 那個突然樓下敲門 成名 我說幹嘛 上來 然後就那個鎮山官上來說 那個你知道他媽出事了 我說出什麼事 他就把這個直升機的事情跟我講 明天早上那個總司機要辦公機 因為第七天嘛 我第六天回來嘛 第六天晚還回來 第七天了嘛 明天那個陸軍總司機要辦公室 我跟你講你坐兩塊墓碑 兩塊墓碑 我跟你講一個大一個小 大概就給我的尺寸 然後就交代我 然後我就把我徒弟找來 我們兩個就在那邊坐墓碑 好 他走沒多久 我開始弄 後來到了十二點整 我印象好聲 十二點整 我剛剛講了 民國七十五年五月三號 熱天 夏天啊 那龍潭 待過龍潭的時候這樣悶啊 潮濕 沒風啊 十二點 我那個放電話的那個玻璃 十二點整 突然那個玻璃這樣 砰 打 就好像有人推了他一把 砰 打一聲 我跟我徒弟講 我都 怎麼會 沒有風嘛 而且我們在室內 我們在室內有好幾個窗 只有這一面 砰 打一個 一打一個我還在驚嚇的時候 後面螢幕的旁邊 放電影的原住民住在裡面 兩個兵 住在裡面 跑... 敲我的門 車鳴...開門... 我說幹嘛 幾點啊 沒有...我跟妳講啦 我就下去把門打開 我說幹嘛 他說你這邊有沒有怎麼樣 我心裡想 沒事來這一句 我就沒有把這個窗戶的聲音 跟他講 我說怎麼樣 我剛剛跟土地在聊天 吉他斷掉了耶 吉他斷掉了 因為他們每天晚上就喝酒 你知道嗎 彈吉他在這邊唱歌玩 我說吉他斷掉 你每天弦 你自己去買弦來換就好 不是耶 我沒有彈的 放在腳邊 六根都斷了 六根 六根 六根旋都斷 六根旋都斷 然後我... 其實我聽到六根旋都斷 我就有點毛了 我說那你... 好吧 那你明天再換嗎 你趕快睡覺吧... 他說你還不睡 我還有任務 好 他是睡他的 結果他走了以後 我一上去 我一上來就是剛剛那個窗戶 然後下面是電話 我一上到那個窗戶旁邊 我到窗戶旁邊 我就聽到有人在聽那個 電視轉播籃球比賽 我還聽得非常清楚 是傅達仁先生的轉播 我只要離開那個窗戶 你離得越遠聲音越大 就那轉播籃球聲音越大 你往窗戶靠就沒有 什麼狀況呢 好啦 不管 跟我徒弟兩個就是 齊心鬧鬧 就把墓碑做完 做一個好大 然後一個比較小一點 比較小的大概也 兩塊一公尺多了 然後做完以後說 你包那個大的 我包那個小的 然後我徒弟就... 我徒弟就包那個大的 因為保利用座其實很輕 我就包那個大的 然後我就包那個小的 然後三星半夜 你就看到這個特董部隊營區 有兩塊墓碑在那個營區裡面 漂 灰色的嘛 灰色 漂... 然後拿到政戰部 你可以想嘛 都已經幾點了 沒有人了嘛 到政戰部 我就直接把辦公室打開 然後我徒弟就問說 學長 放哪 我說放哪 那個墓碑 放那個政戰主任桌上 就把它放在政戰主任桌上 小的呢 小的我心想 文堪官就討厭 放文堪官桌上 好 放文堪官桌上 文堪官最討厭 好 那我走了 回去睡覺了 好 等一下 我們兩個就走... 很開心 走... 走回我的二樓周正堂 學長 那我回去了 好 你回去了 我去鑰匙一開一上樓 一上樓 你越往上走 你會看到樓上的景物越多對不對 我走到最頂上的時候 我自己尿都快閃出來 我剛做一大一小的墓碑對不對 小的那塊墓碑在我桌上 小的那塊墓碑在我桌上 然後我的部分到這邊就結束了 對不對 好 接下來呢 一年多以後我就退伍了 這一年多中間呢 我才拼湊出很多事情就是 那天晚上出了好多事情 那天晚上我聽到的籃球轉播呢 不是只有我聽到 43年46年都有人聽到 為什麼呢 因為直升機師是這個連長 他晚上最喜歡聽就是籃球轉播 他那天晚上不但回來了 而且他在他房間聽了籃球轉播 就他的傳令兵有聽到 然後他們連上樓有個新兵 戰衛兵的時候 有個軍官穿著皮鞋 因為我們是戰鬥布鞋 戰鬥靴就是沒有什麼聲音的 小皮鞋聲音就很大 那只有軍官有小皮鞋 他們連上樓新兵 剛來的新兵隊剛結束 戰衛兵 一個軍官皮鞋他就只能講 軍官啪…走到前面 還轉身看他 然後再走掉 因為那就是死掉的連長 又來了 都回來了 兩步恐怖 氣氛變得好凝重 還講完這事情其實大家都 智陽有什麼好 因為其實我們那個時候 營區在山頂上 其實周邊 周邊只有雜草跟相思樹 還有一些木麻黃 就是算滿荒廢的地方 中間獨立一個建築物 那我們就一棟建築物 前面一個大操場就這樣子 那其實那時候 大家輪流站哨 就站在一樓安關桌 就在那個建築物正中央 是 反正你就要看左邊右邊 左邊右邊都有寢室 樓上還是寢室 在樓梯口 那我們前幾梯有一個學長 一個晚上站哨 我們一開始不知道 他發生什麼事 是有一天之後 我們看他都不見 他不見 大家都同梯會想說 他是退訓了 還是幹嘛 都不知道 然後後面有個學長說 送醫院去 然後奇怪 人本來不是好好為什麼送醫院 結果他一住院就 住一個多月 一個多月都沒回來 而且是每天都高燒不退 我們隔壁分隊的那個學長 也跟我們講說 那天很精采 我說精采什麼 然後晚上 那個站哨的時候 他說他站到站了一半 然後就看到人影在操場前面走過去 然後開始看到是兩列的人影 慢慢走過去 模糊的 不清楚 所以他以為說 因為我們那時候沒有燈 你看到什麼東西 你都會覺得是影子 其實我覺得夜間站哨是這樣 你看到什麼東西 你都覺得太重 可是那個學長 他跟輔導長講說 他就看到兩列的影子過去之後 他以為自己演花 不管 他繼續站在那邊看 他想要說晚上有視覺落差 仔細看 不看還好 一看真的是 兩列影子過去之後 後面他說 跟著大概又是兩列的 穿紅花衣服的 就像類似古代新娘那種衣服的人 出現了 對 出現了 然後後面跟著一台大花轎 就是大花轎 對 那大花轎 後面還有人敲鑼打鼓 他說他從前面 然後就看到這一群人從那個大操場 我們在PC廣場那邊 從那邊飄到 飄過廣場 然後飄過他的眼前 走到對面的相思樹林裡面 然後就一個一個不見 然後他就當場昏倒在地上 後面所以他被發現的時候 是下一班的哨兵發現他昏倒了 對 昏倒之後 後面怎麼叫 叫不起來送醫院 就一個月 他就躺在那邊 大半夜看到 一操場有迎親隊伍 而且還是古裝的 鬼心的 對 花生 對 大家都穿得花花 對啊 不是 那時候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就是隔了快一個月之後 他才跟福道講那一段故事 所以這次告訴我們 即便英勇神武的特戰部隊 對 中國人不是 我跟你講 玉琳哥 有些景象 你看到你會傻掉 我在那個陸戰隊的愛聊靶場 那時候已經退伍 我是拍戲 在陸戰隊的愛聊靶場 就如今還在這個靶場 這個靶場非常的詭異 這個靶場曾經傳說 最有名就是 銅像殺人 就是 他有一個精神 把一個銅像 把人給殺了 就你怎麼查就是 沒錯啊 就是那個彈道就從那裡來 怎麼辦就有這樣的事情 我在愛聊靶場 我碰過一個事情就是 因為我們在拍戲 所以當時我出鬼故事 出到第二本還第三本 然後很多陸戰隊 正在當兵的弟兄 只要有機會碰到我 都會跟我講 玉琳哥 我跟你講 我們連上 怎麼樣… 結果有一天晚上 我跟李星雯聊 因為李星雯在那裡當兵 李星雯跟我講說 我帶你去一個最詭異的地方 就是以前是三比 造成的一個廚房 後來一個士官長在那邊死掉 我帶你去看 到那邊看 我們到那邊說 那邊有個衛兵 那邊有個衛兵你知道嗎 那衛兵那邊出了 那邊出過很多事情 結果我們那天晚上 剛好去看的時候呢 他那個衛兵剛好出事 出什麼事呢 就是他這種 講這種狀況 要接紹對不對 接紹去 發現那個衛兵昏倒在地上 昏倒在地上 那裝備呢 最屌的在裝備 戰衛兵槍上刺刀對不對 對 刺刀套對不對 對 他那個人倒在地上 所有裝備散落於地 只有槍是倒過來 刺刀插在刀上面帶鞘 它不是插到土裡面 它就是懸空的頂在地上 一支槍 懸空 就是我們做特效 把一支槍倒過來 刺刀插在地板的 只有刀尖接觸到地面而已 對 接觸到地面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對 我跟李星雯親眼看到 因為我們剛好確實說 剛好碰到這個事情 他們就去接哨兵的時候 發生這個市民什麼 然後那個士官說 你們要過去在那邊 我帶你去看 我帶你去看 我們有個兵在那邊昏倒 我帶你去看 我們一過去 他槍就直直踩在那裡 這麼多年 你跟李星雯還要聊這個事情嗎 結果不提 沒有 因為我是想要李... 我是想要昏倒 突然想要李星雯 因為李星雯最有名的昏倒世界 就是我們拍鐘影的響飛嘛 十幾年前拍鐘影的響飛 前天喝酒就遲到嘛 遲到沒來 結果那個... 結果衛兵跑到門口說 報連...報導演... 你們有一個演員在門口昏倒 結果我沒去 我沒去 那個李星雯當時開霹靂馬嘛 然後李星雯就一個腳掛車 這樣 然後... 然後... 然後我跟李國超過去 我跟李國超就... 然後李國超在這邊 因為...起來 不要裝了 然後李星雯拿在那邊 導演很罵... 那話說回來 他們...他們四位真的是男人 中的男人 也算是為國家犧牲奉獻 真的 雖然剛剛聽了一些 有關於靈異的傳聞 但是人不能牧烈 因為他們對我們國家 所進行的共產 對... 再次感謝四位來到 麻辣同學會 謝謝 謝謝...